你根本想不到 这个普通的汉服爱好者 凭着几滴眼泪 就让世界再次关注到中国汉服 他究竟有什么来头 2015年 他就曾经凭着在国外穿汉服送外卖的视频 火遍了全网 他在澳洲举办的寻找悉尼汉服大使的活动 轰动全球 澳洲当地媒体甚至为他专门制作了一个微纪录片 他的世界还被央视 中国日报等国内知名媒体报道 成为中国华服文化的推广人 他就是平阅卓同舟 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在国外 一直是没有被推广的 汉服就是其中之一 几年前 听悦就曾穿着汉服在澳洲街头做采访 让路人猜测他来自哪个国家 路人们纷纷回答日本或者韩国 几乎没有人提到中国 看着中国文化在他乡衰落 只是一个平凡渺小的中国人 又该如何去拯救 刚开始 听悦只是穿着汉服 频繁出现在人们生活中 人们看他的眼神像看待异类一样 但这并没有击垮他 2016年 听悦放弃了高薪的工作 在悉尼市政大厅 筹办一场寻找悉尼汉服大使的 大型公益活动 卡里只剩4澳元的他 依然邀请了澳洲一大批 中国年轻人参加 坚持把活动做了下去 活动最后轰动了整个澳洲 他的故事还被澳洲媒体拍成纪录片 而听悦也成为澳洲土地上 传播中国文化的活招牌 在此之后 他只要有闲暇时间 就穿上汉服出门 街头人们从已开始鄙夷 后来是欣赏 最后甚至愿意穿上汉服 感受他的美 大学的华裔教授看到他身上的汉服 哭着拉住了听悦的手 说这是中国的汉服吗 我已经好久没在澳洲见到了 我思念我的家乡 此时的听悦才真正觉得 他为传播汉服做的所有事都十分值得 在此之后 千千万万海外求学的中华儿女 都开始用自身的力量传播中华文化 有人指尖翻飞 用鼓针传播中国音乐 有人一跃而起 传播了中国舞技 谁也想不到 被人渐渐淡忘的汉服 有一天会因为听悦的不懈努力 在异国他乡被广为人知 谁也想不到 2019年 那个在华厂九州的秀场上 因为节目临时取消 就哭得梨花带雨的女生 也是听悦 她声泪俱下叹息的 是中国汉服又失去了一次展现的机会 这个热爱汉服 热爱到骨子里的中国女孩 把这份属于中华民族的启力光芒 传播到全世界 在听悦看来 做汉服文化推广 为的不是自己出名 而是通过展示和推广这些刻满文化印记的美丽衣裳 带动更多人认识中国传统文化 让淹没在千百年历史中的美学符号 重现光彩